哈囉大家好,我是雲神 然後今天我要帶來的是 提摩中菇柳啊 只不過 感覺很難中 因為我已經打到鑽石了嘛 感覺比較難中 然後前面我之前也有PO過一部 一樣的牌組啊 只不過我沒有配音 所以 我這一部就配音給你們看 然後下面有牌組 如果是手機的話我會加緊字號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複製 然後如果是電腦 我就不加緊字號 你就直接複製 回歸正題啊 這邊剛好遇到 他沒有隱密可以擋我的提摩 所以前面我就先用提摩先撞臉 然後等到第六回合 看能不能直接引分身之術 讓三隻提摩 直接撞主堡 結果這邊他用那個出來擋 結果用一個加三加三 哇賽 他也是快攻 只不過他沒有隱密 如果是結的話 我建議各位玩隱密快攻結 這樣子防提摩 或是防一些快攻症會比較好 你這樣把一隻體質做大了 最後結出來 還是 我們假如有蜘蛛什麼 鋪場也是可以擋得掉的 只不過這場我是故意給他撞的 因為我想要掩飾一個提摩撞主堡 看能衍生出多少的香菇 然後這一場 我在決定要不要用我的四那個 效忠 效忠就是一樣 如果是愛歐尼亞地區的話 他就會召喚兩隻 然後運氣非常好 直接召喚兩隻提摩出來 所以總共三隻提摩 然後他打一個哇哦 所以他被嚇到了 照牌組其實要小心的是 他們有AOE傷害 AOE傷害你三隻提摩 因為你排隊裡面就只有三隻提摩 然後你直接引分身之術 不是就是你用效忠把它拉出來之後 代表你排隊已經沒有提摩了 一隻提摩都沒有 三隻都在場上 因為你的排隊最多只能放三隻提摩 然後都放進去了 然後這邊我也一樣擋 因為他連續備戰 然後又攻擊兩次 我想說要擋還是不擋 後來我決定還是吃掉 因為他沒有隱密可以擋我嘛 我就直接撞他 然後靠運氣直接結束這條遊戲 我是覺得應該靠運氣就會贏了 然後結 因為結再怎麼擋 都是會變身嘛 因為我提摩不可能上去擋 然後也考慮到 我那個隱密抽牌那一張 他也擋不了 所以我就想說 這邊直接拼一個最大傷害 然後剛好六費這個隱分身之術進來了 結果發現寶石不夠 剛剛上一回合應該要扣一顆寶石了 這邊就可以展示 六隻提摩 算一二三四五 五隻提摩直接撞臉上 你們會覺得超帥的這樣 然後這邊提摩直接變身 然後變身之後 他打出來的香菇是乘以兩倍 所以直接 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二 沒有 乘以二兩次而已 第一次是直接進化 然後他就直接剛好出一張抽牌 因為他要擋我的隱密 他是要擋我的隱密 然後結果他剛剛不小心抽到一張牌了 然後我想說沒差 我就繼續往珠寶攻擊 反正他等一下還會抽牌 抽牌就直接 結束這場遊戲 再怎麼擋也不太可能吧 他排隊裡面至少有60顆香菇了 這邊我一樣鋪場 如果他攻擊我要擋下來 結果抽牌 瞬間爆炸 因為太快結束了 所以我再直接帶來第二場遊戲 這邊一樣帶來另外一場 只不過沒有那種影分身 你們想看影分身提摩流嗎 對不對 因為我上一部已經有演示 所以這部我演示 真正實力派打法 所以我這一回合 因為他們是後期的 所以我要拚前期 我就直接留住我的爆破 爆破什麼菜花 喔菜鳥 然後先留住 這樣就可以先打足吧 結果運氣也很好 又進了一張提摩 一樣先搶臉 因為 漢莫丁格跟那個 菲艾 都是打後期的 因為他們要疊 進化會比較難一點 然後這邊一樣先撞臉撞臉 能有優勢就有優勢 要不然到時候要拖到五六費 他們的法術很多 很好解 然後這邊一樣爆破先上 不是 那個 等我們攻擊回合再上爆破也不急 因為我現在先想說把提摩升級 提摩升級其實撞主堡兩下 然後再一個五顆香菇就直接升級了 除非運氣非常好抽到四費的那個 抽兩個香菇 這樣就不錯 然後其實你的回合之後你就直接all in 這個叫all in有優勢 因為如果他用法術攻擊來擋的話 你也有法術攻擊 然後這邊我是認了 因為我沒有抽到什麼 招回啊 那些保提摩的牌 所以我這場核心我不放在提摩 結果 他們還讓我的提摩留在場上兩回合啊 我就覺得他們 因為反正我也沒有保他的牌嘛 我就直接下一個大怪 三費的大怪 我想說先抽個法術看能不能保提摩 可以保提摩後期就可以打一個combo 可是他出了一個隱秘 然後我當時還不知道他是個隱秘症 所以就比較難進攻啊 所以後面我有隱分身之術 我先預告一下 我不是拿來用提摩 你們猜猜我用誰 OK 然後這邊隱秘出來 然後我一樣不打 因為他知道我提摩不可能上去擋 怎麼擋都是虧啊 除非我是22提摩才有可能去擋 可是我們提摩是勝利條件 基本上前面不會拿去擋 這套牌組各位可以算比較簡單 熟悉一下 如果沒有提摩就用爆破菜鳥 可以用一下 然後蹭過前期 後期就沒有煩惱 這邊他還沒有出到很多隱秘嘛 然後一直用法術 結果他其中有一張牌就是 施放兩個法術以上會自動召喚牌 所以原本我以為我的鋪場是贏他的 結果後來發現 他施放法術的過程 我的鋪場算輸他 然後這邊我一樣能下怪就下怪 因為我要拚 因為他慢慢的會到後期了 我前期如果沒有認真打的話會輸 這時候進一個效忠這張牌 這張牌我會先把其他廢牌打掉 因為如果他換掉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效忠 效忠再召喚兩隻提摩 就可以直接打獵 然後我心裡的劇本是想說 他會用隱秘的過來擋我 然後擋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用效忠 然後召喚兩隻提摩 直接打珠寶 直接GG 結果 通常跟想的都不一樣 你 那個演練跟想的是不一樣 就跟你準備很多 然後上場考試 然後一題都不會 這種意思是一樣 然後他隱秘出來擋了 跟我想的一樣美好了 有沒有 超級 美好 結果突然上一個非愛 然後我想說非愛應該也無上大雅 我就直接效忠 來 然後失敗 因為下一張不是愛歐尼亞地區的 我其實放一半一半啊 所以運氣算50%左右 所以剛好這場運氣沒有很好 如果造出來我們應該就直接贏了 結果這一場 因為拖到後面他直接召喚出漢摩丁格 漢摩丁格 有一張牌是有隱秘的 所以他絕對擋得住我啊 然後這邊那個效忠那張 試費那張沒有成功 然後心情會受一點影響 然後一直看他 因為我看他就是 為什麼不觸發 觸發我就結束這場遊戲了 結果沒關係 我們沒有觸發 就有沒有觸發的打法 我一樣直接 默默的塞個香菇 然後讓提摩進化 也很傷心啊 要不然廠商會有三支提摩進化 因為運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只能再延後 再拖個一到二回合 然後這邊一樣能下怪就下怪 因為他的非愛其實 打一打 因為我們都是小體質的嘛 非愛還可以把人家拉出去 然後拉出去 他也可以慢慢的疊那個 他的被動 就是升級條件啊 然後 因為後面他很像有失誤 他不拉我的提摩出去 可是 我們勝利條件也不是提摩啊 提摩主要是 看能不能撞主堡一下 我覺得後面很像提摩連撞都沒有撞到 然後他這邊有沒有看到 他只要釋放法術 漢莫丁格就會送他一張牌 然後變成零費 零費又可以打出來 所以他根本 法術隨便丟 然後鋪場隨便鋪 漢莫丁格只要出來 基本上都是穩輸的局面 所以 如果再不 再不趕快結束的話 我們是必輸的 必輸禁啊 你知道嗎 然後這邊一樣 又在丟法術了 抽牌 然後 漢莫丁格又召喚一張牌 然後變零費 然後丟出來 哇賽 一直鋪場一直爽 一直鋪場一直爽 然後我一樣就默默在這邊丟香菇 我想說等一下讓提摩撞一下 看能不能乘以Double 結果可能沒辦法啦 因為對面直接 用那個身體壓制 不是身體那個 大東西壓制 然後我非愛 他會自動拉一隻上去擋 這邊非愛其實失誤了 因為他抓一隻爆破專家 可是他應該心裡有法術牌可以解掉我的體摩 所以他心裡很清楚 他要解掉我的爆破專家 可是我的手上 還好我的場上還有一隻拉 讓我之後直接 勝利的條件 因為非愛其實進化很難打 你看非愛直接進化了 他進化其實變超強 然後又是那個 直接打主堡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勢不可擋 對啊 所以直接打到主堡的話 基本上我穩輸了 然後這邊我在猶豫 要幫提摩上 還是要幫那個上 引分身之術 而且如果讓提摩上的話 他有一個引迷會擋掉 然後就等於是兩個撞到主堡上 然後乘以二乘以二 然後要拚這個運氣嗎 還是比較平 然後我後面還是選擇了 上了 那個菜鳥 爆破菜鳥 讓他 讓他的職商直接 上去 然後反正我剛剛有種一些香菇 在排隊裡 我就賭 會有兩顆進去 因為我現在打6滴 如果用在爆破專家6滴 然後抽牌 再抽兩張就直接贏了 然後我心裡是這樣想的 劇粉是這樣 然後給提摩的話 不可能一口氣抽八滴吧 對不對 也是有可能 只不過最穩的打法 這邊就是 抉著的時候 我就選擇爆破 然後我直接確定下去了 結果好死不死啊 對面有一張招回啊 結果這邊也不慌不忙的 沒關係 我們手上有一個抵制啊 直接 那個抵消他的那個 這邊其實就算最後一個決賽點了 一定要ALL IN 全部ALL IN 就跟玩德州不可以一樣 可以把錢全部推進去 ALL IN 因為不是你輸就是我王 結果這邊一個秘書射擊 把我的提摩射掉 哎呀 當時的心已經 前面就已經很難過了 然後後面更難過 然後全部拉上去 直接拚一波了 我連一個法力都不扣 還在招回 因為招回是要救提摩的嘛 可是這場已經沒有時間了 就直接先直上6滴 然後等一下靠運氣抽兩張牌 然後我一直在看牌隊有幾顆香菇 牌隊裡面我看了有18顆香菇 抽兩顆不為過吧 這個運氣 有時候18顆你連一顆都抽不到 我跟你講 所以這真的是 運氣流啊 我直接取名為運氣流 不是重菇流 這邊直接 喔我的祈禱兩顆 哇直接nice 好啦各位 今天兩部運氣提摩流就在這 喜歡的可以幫我按個讚訂閱一下 然後也可以加我的好友 然後我在幫你們看一些牌組 然後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